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又到了琪琪就是爱分享的时间 我想有在看琪琪节目的人都知道 琪琪现在已经有回到职场去上班 那回到职场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所谓的职场性骚扰 琪琪今天想要来聊一下这个东西 琪琪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女孩子 尤其是在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那时候都很想要半老 就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成熟 所以琪琪在十五年前在职场上面的时候 那时候刚出社会 为了怕人家觉得我不够稳重 所以就老是喜欢涂大红色的口红 然后穿着电肩的外套 让自己看起来总是比较稳重 那有一次呢 琪琪就去一个客户那边去做拜访 那一个客户就是那间公司的老板 然后呢就在很大很豪华的办公室里面在做洽谈 那洽谈是这样子啦 如果说今天聊天呢 你来我网你一句我一句 那倒是还蛮轻松的 可是呢如果都是只有我一个人一直在讲话 一直在做介绍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聊 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接不下什么话可以说了 那结果那一天呢琪琪就撑了那时候才22岁吧 然后撑了大概将近有20分钟左右 都是在介绍产品啊 在介绍东西啊 在这种介绍公司多好啊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老板呢就是用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一个表情 一直盯着琪琪看 讲到最后呢越讲越毛越讲越毛 因为我想说 我到底是怕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吗 还是说有什么东西这么有趣 你可以一直盯着我看呢 讲完了以后 大概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是都是在沉默的一个状态 突然之间呢我就好吧 我就问那个总经理说 那那个总经理 不晓得我刚刚的这个介绍呢 您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导入我们家的产品呢 哇那那个时候呢 女经理就突然坐进了琪琪的身边 哇琪琪好紧张哦 我多害怕那个时候他跟我告白怎么办呢 不是啦 其实那时候多害怕他对我伸出了闲珠手 结果呢那个总经理就跟我说 黄浩姐我想要问一下 你最大的小孩子到底是几岁啊 哇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我真的是真想跳起来问候一下 觉得说怎么这么不礼貌 我才22岁而已 怎么会有小孩呢这样 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跟那个总经理就讲了说 啊你这样没意思 我还没有结婚 本姑娘今年方龄22还没有结婚 然后怎么会有小孩呢 这样太不礼貌了 老板一定要跟我签单这样子 那后来这笔声音虽然谈下来了 但是琪琪也觉得说 那个感觉是毛毛的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在职场上面 不管是面对客户 或是面对同事 有些时候可能对方不自觉的啊会靠近你啊 你可能就会开始有点拉警报 就像琪琪最近啊有碰到就是 朋友她在职场上面就会碰到她的同事 可能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啊 她就可能突然跟你坐得好近好近 然后呢跟你讲话的时候呢 几乎就是快要贴到你的脸上了 那这时候她就跟琪琪讲说怎么办 我其实好讨厌她这样子对我 那那时候琪琪就想一想我就跟她讲 那对方有结婚吗 她说有耶她有结婚耶 可是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呢 可是想一想也有可能 对方只是把你当成就是所谓的妹妹啊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比较 没有去画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界线 所以呢就不自觉的跟你太靠近了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拒绝她呢 那我这时候我就跟她讲 我说来我教你一招 就是呢你可以跟她讲说 你很喜欢我 她说嗯你怎么会这样跟她讲 对你学我你很喜欢我 好我也知道你很喜欢我 因为我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但是呢你这样的行为让我觉得不舒服 所以呢我希望呢 请大哥你下次呢 要跟我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要不然我怕你这样子会被人家 中到姓平会去哦 这样是不对的不好的哟 哇他那时候就觉得 哇好好笑 你怎么会想要这一招 我说对啊 因为如果说你很直接跟对方讲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 那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愉快 那如果能够用一些比较诽谐 但是又能够深度让对方知道说 欸其实我的感觉是不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 那结果后来呢 他还果不其然真的还这样子试人 当然他可能用他的方式去表达 让对方知道说欸其实我这个感觉是不舒服的 所以呢后来反而对方跟他变成了一个蛮好的 无话不说的一个同事 所以我觉得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 甚至于在性伤的这一块都是很好的 因为有的人会讲啊说 因为你没有让我知道说你感觉不舒服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拒绝我 但是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说 我如果一旦讲了会不会就造成了 比如说对方会把我的机会砍掉啦 等等这些状况 那这时候我觉得还是要适度的say no 但是呢我们要温和而坚定的告诉对方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行为的 我想这样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哦 和你分享希望你喜欢 拜拜 拜拜